我听到有宝宝在哭 我去看他一下 他饿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Layla 欢迎回来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呢 我跟你们做一个关于包包的合集 上一次呢 我做了一个关于香奈儿包的合集 然后在那个视频里呢 跟大家保证了 我要跟你们做一个我剩下的包的合集 我觉得简单的 与其简单的介绍一下包包呢 不如说做一个主题 所以今天的这个专题呢 就是说我去年用到最多的几款包 我觉得这是一个实用包包的合集视频 所以希望呢 对你们买包的路程上有一些帮助吧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好看 然后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关注我 那我们就开始看今天的第一款包了 今天想要跟你们介绍的第一款包呢 就是Malbury的Base Water 这一款包我做过单独的一个视频 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视频认识的我 所以说你如果还没有看过那个视频的话 我跟你们放在这里 你不要忘记去看 这个包可能是我所有的包中 我觉得用的最多的包之一了 因为它的容量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它很结实 这个牛皮的材质非常厚的那种牛皮 英国人做东西 我觉得它不像意大利人那么奢侈 但是它做出来的东西 确实质量都非常的好 非常的瓷实 读博用了整整四年 就是我读博期间 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它 去参加会议啊 出差啊 全部都是用它 我里面会装很多很多东西 材料啊 电脑啊 毛衣啊 围巾啊 大衣 什么水壶 全都往里面塞 你们还可以看到下面其实是 被染色了 就是因为我里面装了什么咖啡啊 水壶可能倒了 就被染色 但是无所谓吧 这种包就是拿来用的嘛 但是这一款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是刚入职场啊 所以想要挑一款上班包的话 我就很给你们推荐这一款包 当然了它有一些弊端 这款包的弊端呢 主要就在于 它的自重非常的重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肩带并不是非常的长 所以你在冬天的时候 穿上大衣的话 放在腋下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方便 啊 那个时候就可能要手拎了 这是我觉得这个包的两个弊端 价格上来说 我觉得他们家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毛布是很值得入手的一款 上班包包 再接下来介绍两款 同一个品牌 我也是用到非常多的 这两款都是龙绳 第一款呢 是他们家小羊皮的这一款 我买的这个尺寸呢 是中号的 这一款是在机场的时候买的 因为我在我走机场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喜欢买龙绳 他们家的包我有大概六只 六到七只那样子 给了我爸妈很多 让他们拿来旅行 然后这是其中的一款 我用到比较多的 因为它这个小羊皮 非常的柔软 我们平时都觉得羊皮 不耐磨不耐用嘛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羊皮 还是挺精实的 而且它质地非常轻 所以在旅行的时候 非常的好用 我去年去回中国的时候 用的一直都是这一款包 而且它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红色非常的正 很适合新年的时候来用 刚好新年也快到了 还挺应景的 我觉得这一款包 这一款包不好的地方 一我觉得是 这个肩带无法调节 我很讨厌无法调节的肩带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这个肩带稍微的有一点点长 如果它可以调节 或者再短一些的话更好 二呢 这个包是没有太多的形状的 所以如果你要是纸状一个比较重的东西 它就弄得很不好看 就那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是这两个包的 两个弊端吧 接下来呢 还是Longshan的一款 刚刚那个是小羊皮款的 这个是尼龙款的 这两个对比起来的话 我更推荐这一款 刚刚那一款的价格呢 也比这一款要高很多 但是总结下来 这一款我用的更多一些 而且我觉得它更实用更好看 跟你们说一说为什么吧 首先刚刚的那个是medium的size 是中寸 是中号的 其实除了在旅行 或者是上班的时候 我几乎用不到这么大的包 然后这只Longshan是小号的 我觉得这个size 非常非常非常的完美 我用的时间真的是太多了 几乎有一段时间每天都在用 这个颜色就百搭 穿什么都可以 不管穿得多么休闲 它都可以配 我对它的喜爱 犹如滔滔的江水 所以强烈的给你们推荐这一款包 跟刚刚介绍的那个包一样 它自己戴的这个肩带呢 也是不能调节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根单肩带 好在这个肩带的长度 比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一款包 要短一些 所以它用的位置就是你斜胯的时候 它的位置是刚刚好的 但是我还是我本身是比较瘦小的那一种 我还是想让它肩带更短一些 我就自己配了一个这样子可以调节长度的肩带 然后这样子这个包 我挂上的话 就刚好到腋下的这个位置 我听到有宝宝在哭 我去看它一下 它饿了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跟大家说 为什么你这么这么的生气啊 为什么这么伤心啊 突然忘了讲到哪里了 嗯 这一款是我当时前年的时候 在英国开会的时候买的 当时买完之后立马就用了 而且整个旅行的话 都用到了这一款包 非常轻便好用 非常的百搭 使用的一款包 再给你们推荐一款书包吧 这一款书包呢 我买了有两年的时间了大概 也是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这是2me他们家的一款旅行包 如果你看我视频有一段时间的话 你会知道我是2me他们家的粉丝 我很喜欢 很喜欢2me的东西 一个是因为他们家产品的质量非常的好 旅行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好用 它的功能很强大 说实话 如果和日墨瓦 就是旅行箱来说 日墨瓦跟2me比起来 我偏向于2me虽然他们家的样子 没有这么晚好看 这一款包呢 我也是在读博期间用到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是最后在答辩 每天要背着书包 背着大量的文献 到处跑着就是找咖啡馆 写论文的时候 这个包真的很好用 它里面太多太多功能实用的东西 我在这里面就不给你们过多的介绍细节了 就大概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它前面这个袋子呀 里面有一个小口袋 可以装名片什么的 就是袋子上面有袋子 这个有一个口袋 我平时会用来装一些就是口红啊 笔啊之类的东西 他们家的包都有一个这样子的袋子 这个宽带呢 可以直接放在你的行李箱的那个拉杆上面 所以在出门旅行的时候非常的好用 这一款包它是个电脑包 所以它后面呢是有一个隔层 专门用来装电脑的 它的两边都是有这样带拉链的口袋 可以用来放手机放钥匙 因为带拉链嘛又很安全 它的主口袋呢 是这样子 这前面是有两个小的这样侧袋 这上面也有一个上面有to me的标 有一个口袋 这个口袋装iPad的size非常非常的合适 里面还有一个口袋 你要想寻找一款看起来比较商务 又比较实用的书包的话呢 我就强烈的给你们推荐这一款 接下来是两款小包 我用到的比较多的两款小包 一款呢是Dior的这一款 Vintage我也是想跟你们做一个合集呢 这是一款Vintage的包 我买了这款包买了很多年了 但是Dior到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又是把他们家的经典的马鞍包 又拿回来重新复刻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我的这款包还挺值钱的 虽然我买它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 看时尚杂志的时候 那时候是02-03年 Dior刚出马鞍包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了就非常的喜欢 当时是一个花纹带牛酥的那一款 现在那一款非常非常难找了 所以后来呢我就入手了一款马鞍包 但是没有想到这两年啊 它会这么的火 这款包呢好就好 但它的设计非常的简单 而且这个是牛仔质地的 我很喜欢牛仔质地的东西 因为它比较的休闲 而且夏天来背的话特别的好看 不管是搭牛仔搭裙子 搭短裤都很好看 它里面的空间呢 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装一个手机 还有一个钱包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很窄 装不了太多东西 但是我觉得是夏天用 完全够用了 就这两年吧 这两年这款包 都用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多 刚买到的时候 这款包还挺新的 这两年才被我用的 有点旧旧的感觉 但是我反倒觉得 更是像一款vintage包 就是越用越好看 越有味道那种了 最后一款呢 是今年我用到 非常非常多的一款包 是Celine的这一款 Trial 这个就是他们家很经典 出了很多很多年的包了 这是三个包 就是扣在一起的 你都可以给它拆开 这个包呢 我觉得很好搭 很好搭 这个是小号的 他们家是两个size 一个小号一个大号的 大号我觉得太大了 这个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刚刚好 而且我喜欢它的肩带 就是可调节 而且它的设计呢 就非常Celine的设计 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但是这款包 有一些弊端 就是我平时 拿它用的太多了 它的这个肩带 开始坏掉了 这个地方你看都已经 就已经快断掉了 这个地方都已经 中间都有线跑出来了 然后上面的皮质呢 也有一些开放了 就是被我用的太过了 好像是 你看这个包就已经被划呀 被磨成 就是很旧很旧的样子了 但是就是我很喜欢 我会一直用 如果它坏掉的话 我可能拿去 森林去修一下 然后会接着用这样子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是一个用包还挺狠的人了 我的包我真的是 如果我喜欢买来它 我就会好好地用它 我就会经常经常地背它 所以我的包并不是说 非常非常的多吧 但是每一款呢 都跟随了我很久 我也有很好好的在用它们 所以我跟我的包是一个 有一个非常非常serious relationship 这就是为什么我是 我可以不买衣服 然后不买化妆品 但是我就很喜欢买包和买鞋的人 今天视频就这些了 希望我的一些介绍啊 还有这些包 对你们来说有帮助 想要看我更多的视频 那不要忘记 关注点赞转发 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